CBA中国篮球联赛 北京首钢鸭在主场迎战广州荣师 北京想要挑战三连胜 当然要看当家球星林书豪 好手子一开赛就打得活跃 接获传球三分出手轻松命中 接下来这是地板传球 找到北京队的新洋将乌豆 双手轰炸篮筐 北京在林书豪的带领之下 上半场攻势流畅 以59比42取得双位数的领先 这场比赛林书豪总共搅出 22分8篮板7助攻的全能数据 至于跟他同场较劲的台湾逃手 陈寅俊也不马虎 今天以75%的命中率攻下19分 跟全场42分的洋将 Android Nicholson同力合作 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只可惜最后还是不敌北京四个人 得分上双的平均活力 最终让手钢鸭以112比104 拿下三连胜 我们下半场就没有防得那么好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 心态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稳定地打下去 可是还是打得够好 所以我们可以赢球 可是我们就要稳定一点 至于浙江广下做客广东队的比赛中 尽管台湾好手刘真一开赛 就用这次高难度的后仰跳投 表达强胜的信心 但广东队可以说是宾多将广 除了中锋一届年可以传出助攻 全场25分的前NBA球员 Marshan Bruce更是满场飞 上半场中了前还秀了华丽的crossover 投进这颗Bother Beater 广东以59比46占得上风 下半场广州队继续大举进攻 一度取得将近20分的领先优势 广下这边小飞人刘真不放弃 快手把球抄掉上篮得手 今天贡献14分四抄截 可惜广下团队今天的防守不太灵光 被对手广东打出60%的团队命中率 让他们难以追进 最后广东就是以112比97赢球 继续巩固龙头位置 回来提新闻综合报道